劉承勳 時間要到了 勉強一個出手 這球誰撥的呢 兩個裁判達成了共識 球權還在培訓隊手上 你相較起來現在中華培訓隊 場上放的是比較高的封線陣容 最後 最後陳范 陳范督到了 手還是比較長 我們開始了吧 進攻時間重新回到14秒 劉承勳 再找邱子萱 墊步進來 罰球線的跳投出手距 今天邱子萱拿下了20分 技術犯規 這裡試念教練被插踢了 該如果想說你看到這黑的鍋了 你還不吹 因為 因為比賽前段其實裁判就有警告試念教練 你就說看到黑的鍋 你還吹黑的球 這兩分我們這樣差多少啊 他有講說他看到黑的鍋耶 很明顯什麼 他都講說他看到黑的鍋 啊 你講咧 你講說是黑的鍋 再差了一個鍋 什麼意思 這樣是直接把試念教練給趕出去嗎 這樣是差兩個踢的意思嗎 看起來是 連吹兩個踢了 是連差兩個是不是 這樣的話是吹第二個技術犯規喔 自己怎麼 你們看到是黑的鍋耶 這樣的話是要請試念教練離開了 你現在就會叫我離開 你看到黑的鍋你不敢吹 你只敢叫我離開 那你說是黑的鍋的 我控制他前去 你們這樣才會怎麼控制出去啊 哇這個時候Rising Star這裡教練 訓練教練要被連差兩個技術犯規 連差兩個踢 然後請他離開 請他離場了 請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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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算是 自己第一 算是正式的第一個職業賽 但是我一直勾起 自己說要平常心 因為我覺得自己如果太亢奮的話 反而會讓自己平常表現失常 所以我在今天這場一直 到自己要平常心的去面對 那 我自己也蠻期待說接下來的比賽有更多強度更高的 球隊 我反而是期待說在接下來的比賽能夠投進來幫助球隊 其實鄭陽在政大的時候我就一直在關注他的表現 表現一直都要投 那我覺得當然未來還是 就是不管是球迷啦還是所有的 就是台灣的藍球環境還是希望他可以轉到三號 只是因為這一次我們的陳軍本來就是 一二三號的人比較多 所以還是讓他先回到老本行四號 那我覺得他在四號位的部分就是 表現都一直很稱職 那我覺得唯一可以再加強一點 只不過我會希望他有空檔的時候多同意一點 對自己有信心一點 因為 就是要把自己像 可能以前像磊哥的概念一樣 有空檔就是當然不讓 對啊 那 可是要像磊哥 這麼的當然不讓還是需要一些歲月的經歷 對不對 但是表現都很好 其實其實每一個球員的表現 我都覺得非常好 你看 我覺得 我們來看 我們一oti 可以 我們來看